处女座下周运势8月19日到25日 事业运势 下周太阳与水星的甜蜜合相 如同为你们的大脑注入了无限的创意与活力 工作中的你们将如鱼得水 沟通流畅 思维敏锐 这不仅让你们的表达更加精准有力 更能激发团队的无限潜能 共同创造辉煌业绩 然而 金星与木星的微妙四分 却如同财务路上的小石子 提醒你们需谨慎理财 避免盲目投资带来的风险 水星与土星的激烈对冲 或许会带来沟通上的小波澜 但请保持耐心与冷静 用你们那细腻的洞察力 化解一切误解与障碍 太阳正式踏入处女座的大门 更是为你们开启了一系列 全新的开始与机遇 抓住它 勇敢地展现你们那无与伦比的才华与能力吧 财富运势 财务之海波涛汹涌 下周的星象为处女座的你们 带来了不少挑战与机遇 金星与火星的激情碰撞 可能导致财务状况的 沉稳的沉稳对话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务变化 但请放心 只要你们保持警惕与理性 定能在这场财务风暴中稳操胜券 记住 谨慎与理性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引领你们走向财富的自由与繁荣 爱情运势 爱情的天空下 下周的星象为处女座的朋友们 带来了一场情感的洗礼 金星与木星的微妙四分 或许会让感情之周遭遇一些小风浪 矛盾与不稳定感悄然而至 但请相信 真诚的沟通与理解 是化解一切误解与冲突的钥匙 水瓶坐满月的温柔光芒 将照亮你们内心的情感世界 带来深刻的启示与调整 让你们更加珍惜与伴侣之间的情意 单身的处女座们 这周将是你们邂逅新恋情的美好时机 但请记得 理性分析与谨慎选择同样重要 让真爱在适当的时刻悄然降临 健康运势 健康是幸福的基石 下周的处女座需格外关注身心健康的平衡 水星与火星的活力联动 将为你们带来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激励你们调整生活节奏 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然而 太阳与天王星 木星与土星的特定组合 也可能引发身体上的不适与疲劳感 因此 请务必注意休息与放松 合理安排工作与休息的时间 避免过度劳累 同时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注重营养摄入与适量运动 让身心在和谐中绽放出无限活力 双鱼座下周运势8月19日到25日 事业运势 周一太阳与水